1996年,冯开平来到金灯寺首四一年左右,游天寺院快锁门的时候,两位女香客匆匆赶到金灯寺烧香,这两个女香客在每个神佛塑像前都下跪膜拜并仔仔细细地观摩,冯开平没有起疑,只当他们很虔诚,一看就是真正的信女。 两个女香客烧完香磕完头,天已经黑了,就向冯开平提出,能不能让他俩在寺中留宿,明早在下山,黑灯瞎火下山,对冯开平来说都困难,他也不放心让两个女人摸黑下山,而且他还有两个协助首四的村民在寺里过夜。 他更不防备留两个陌生信女,会对三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利,就爽快地同意了两个信女的请求,对接下来的遭遇,他没有丝毫的预感,订阅老海说时,了解奇闻一事,冯开平所好寺里各个店的店门,就去熬了一大锅粥,当几个人的晚餐,喝完粥收拾好,他给两个女香客安排了房间,就回到自己的住处睡觉,这晚他睡得很不踏实,一阵阵反胃又吐不出来,直到下半夜才沉沉睡去, 第二天起来,冯开平照例去开各个店的店门,来到一个店门前,他发现门锁被撬开了,推开门一看,店里的一排浮雕留下两个窟窿,那是浮雕被挖走后留下的痕迹,他顿时感到从头到脚一股寒一袭来,一瞬间令他骨头都凉了,冯开平赶紧跑去查看两个女香客的房间,果然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他又去询问协助他首次的两个村民,两个村民说他们昨晚也出现了冯开平的症状, 三人这是明白过来,两个女香客在昨晚的州里下了药,冯开平让两个村民在寺里守着,自己下山道25公里之外的玉霞关镇派出所报案,金灯寺位于山西平顺县 孤璇在悬崖峭壁上,离最近的村子也有四公里的直线距离,山路绕行距离更长,冯开平来到来金灯寺好多年,金灯寺都没有通电通电话,他也没有手机,遇到到抢发声,首次人很难找到救援,冯开平刚来金灯寺时,就是觉得不安全,于是他用香火钱,以每人每天八元的工资,请了两个村民协助看守, 结果还是发生了文物被盗的事,金灯寺始建于北周,明代从正德至万历年间,历经四朝扩建,开凿了很多石窟、塑像、浮雕都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一些不法之徒垂涎金灯寺的文物 被女香客下迷药之前,冯开平就遇到过试图偷盗的人,不过女香客这种偷盗手段,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下迷药偷盗还不至于要命,不久后,冯开平遇到一群硬抢的,差点丢了性命 那次是四个强壮的年轻人一起来到金灯寺,当时只有一个协助守四的村民在,冯开平觉得四人不是善类,就和村民紧跟着四人,到一个店内,有个年轻人突然扭过头看向冯开平,问了他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佛像会不会动?冯开平回了句,我怎么知道? 话音刚落,这个年轻人猛地出手卡住他脖子,他的同伙也扑上来,把他摁在地上,这几个歹徒早有预谋,其中一歹徒从兜里掏出麻绳,要捆住冯开平的手脚,冯开平拼命挣扎,大喊大叫,又有个歹徒掏出匕首,刺伤了他的腰部,鲜血一下就涌了出来。 冯开平和村民两个人,斗不过年轻力壮有凶器的四个歹徒,最终冯开平被捆住手脚关到厨房,村民被关在一间厢房,还好冯开平伤不是很重,他听到咚咚咚砸墙的声音,着急地想要挣脱,就在他借着厨房一把锯子锯捆住的麻绳时,他四肢因捆绑血流不差,突然开始猛烈抽筋,疼得他在地上不停翻滚,等他好不容易弄断绳子,外面已经沉寂下来。 他跑出去一看,歹徒没有取走塑像或浮雕,可一些浮雕的凸起部分已经被歹徒砸掉,这几个歹徒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却很暴力。 搞不走文物还差点害了冯开平的性命,金灯寺位置远离人烟,路途崎岖,冯开平到金灯寺好些年里,平时基本只有附近的乡客来上乡,乡客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就算撞到抢劫文物,帮忙的能力也有限,而且乡客一般过了中午就下山, 下午寺里基本只剩下首寺的人,所以歹徒才敢那样猖狂,首寺险清不断,把冯开平请来的两个村民吓跑了,换了好几次人后,再也没有村民愿意来协助冯开平首寺,冯开平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寺里,处境更加险恶,他心里害怕。 可想着,如果自己走了,就再也没有人首寺了,那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文物便要遭殃了,于是他这牙坚持了下来,在2007年以前没有通电的日子里,冯开平一个人首寺,真正是清灯古佛,白天冯开平打扫寺院,擦拭,巡视每一个店,晚上六点关上大门,就只有一盏没有灯,陪伴冯开平。 夜里静的吓人,是冯开平对金灯寺之夜最深的感受,一个人实在无聊,冯开平就站在悬崖边望远处的村镇,遐想家里的情况,只剩他一个人首寺后,他就极少回家。 他家在县城,2018年新公路休通前,他回趟家要走25公里山路,到玉霞关镇去赶车,每天只有下午三点一班车到县城,第二天才有到玉霞关镇的车,回趟家他都要花两天时间, 这两天他担心金灯寺出事。 遇到起雾,下雨天气不好,冯开平终日见不到一个人,有次连续的恶劣天气,让冯开平四十多天没有见到一个人,等在见到人的时候,他都要失语了,实在熬不住估计,他才买了一台收音机,听什么内容不重要,听到人的声音,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抚慰,山上没有自来水,他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都来自石缝中留下的山泉水,泉水混合雨水, 汇集在金灯寺的一处凹地,表面漂浮着死水的绿枣,没有冰箱储存不了食物,到金灯寺一趟不容易,家里和村民也不能经常给冯开平送米面。 加上到金灯寺的头几年,冯开平家经济负担重,他也买不起多少米面,只能长时间靠吃土豆度日,金灯寺有空地可以种些蔬菜, 不过种下的蔬菜,不等冯开平收获,就被山上的小动物啃个金光,只给冯开平留下埋在地里的土豆,山上食物来得不易,冯开平连冒出绿芽的土豆都舍不得扔, 掐掉绿芽照样做来吃,忍受着这样的非人的生活,冯开平在金灯寺坚守了27年,他是虔诚的居士吗? 不是,那他一定是热衷于文物研究的人吧,也不是到金灯寺游客逐渐增多的时候。 常有游客问他塑像浮雕的一些具体问题,他一概不知道,他只知道金灯寺始于北周,有金灯飞入寺中的传说, 2008年,县文化局给冯开平安了个金灯寺管理所所长的职务,那时他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 这个收入水平在当时现一级的地方也不算高,冯开平独自在金灯寺坚守27年, 就凭着这一个朴实的信念,有些事总得有人干。 冯开平13岁进入戏校学习,从学校出来分到县文化局所属的洛子剧团,他没有成绝,一直都做些打杂。 跑龙套的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和流行娱乐的盛行,戏剧的市场将合日下, 而冯开平的年龄也不再适合做戏剧演员。 1995年5月的一天,以前冯开平戏校的老师,当时的现文化局长李银生, 找到冯开平家里,对37岁的冯开平说, 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去金灯寺当文物管理员,文化局的人选来选去,我觉得你最合适。 冯开平从来没有想到会给安排这个工作,局长走后,冯开平等妻子孟喜梅回来, 给她一说这个事。 孟喜梅立刻就炸了,她觉得冯开平一点也不适合这个工作, 他们有两儿一女,最小的儿子才一岁,冯开平到离县城60公里的金灯寺出家, 那孩子怎么办,见冯开平犹豫的样子, 孟喜梅把小儿子塞进她怀里,没好气地说, 你问问你儿子答不答应你去。 见妻子这种态度,冯开平沉默了,那几天她一直在想局长给她说的情况, 原来金灯寺的首次人是个终生,没有成家的大爷, 七十多岁突发脑梗去世,现在找不到接替首次的人, 长期没有人首次,年代久远的金灯寺被毁了怎么办, 冯开平不懂文物,可在文化系统浸润, 却让她具有很强的文物意识, 她知道金灯寺对山西文化传承的意义, 对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她不甘心因为家里的牵绊就放弃守护文化传承的责任, 等孟喜梅冷静下来,冯开平将她的想法告诉了妻子, 孟喜梅听后久久没有说话, 但也不再阻拦她去当首次人, 冯开平一出家,照顾三个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孟喜梅身上, 冯开平把微薄的首次人工资都交给孟喜梅, 她还是要一人去做些小买卖, 才能维持家里的开支,卖服装,开杂货铺,摆摊搞餐饮, 孟喜梅一个女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做这些生意, 其中的艰辛一点也不比冯开平少, 等到冯开平一个人首次很长时间都不能离开, 孟喜梅还得定期去给冯开平送生活物品, 冯开平去金灯寺才一年。 孩子得善气手术, 只有孟喜梅一人在医院守护, 冯开平在金灯寺守护文物不知情, 其而那是无助的泪水, 是她不能忘怀的愧疚, 孟喜梅患胆囊言, 冯开平不能第一时间守在她身边, 手术都过了二十天, 冯开平才能够抽身回家照顾她一段时间, 她的疼痛还没有消除, 金灯寺又没有人手, 冯开平只得把妻子托付给丈母娘和小姨妹, 自己赶回了山上, 由于康复没有跟上, 孟喜梅半年后人受得托了刑, 病情复发, 必须去太原做手术, 一直到手术前一天, 冯开平才找到交接的人赶到妻子身边。 孟喜梅同意冯开平到金灯寺当文物管理员, 就会给予她最大的支持, 2005年过年前, 孟喜梅和女儿外出遭遇车祸, 孟喜梅半边脸被车窗玻璃划破, 嘴唇还掉了一块肉, 在医院缝了47针, 女儿的一只手臂也车祸中骨折, 2000年文化局给冯开平配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 她小舅子要给她打电话, 告知她妻女的伤情, 孟喜梅却坚决制止, 告诉她没人顶班她怎么下山, 一着急下山文物受损失怎么办, 还是不要让她知道, 免得她为难。 直到过了年到初六, 县城有人来金灯寺上香, 问起冯开平她妻女的伤情, 冯开平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 冯开平很多亲戚都指责她不顾家, 也不照应亲戚之间的事, 为那几个钱你丢下家不管, 真是脑子有问题, 要是没有妻子的支持, 没有子女的理解, 冯开平也做不到孤守金灯寺27年, 冯开平为文物27年的付出, 也是她整个家庭的付出, 这27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 冯开平在金灯寺的生活都如同原始人一样, 2007年金灯寺终于通电, 可山上的电路一遇下雨, 就猙獰恐怖, 电线上蓝色的幽光, 痴痴作响, 像是随时要爆发出毁灭的力量, 每到下雨天, 冯开平都要去没有通电的房间睡觉, 继续让那盏油灯陪伴她, 通电又给冯开平带来了另一种烦恼, 不过通电带给冯开平的好处, 肯定比烦恼多得多, 她用手机可以敞开用, 再不会担心电池的电好光, 要下山到村民家充电, 通电三年后, 金灯寺装上的监控, 加上新公路修通游客增多, 金灯寺的安全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冯开平一人首次, 不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 2014年, 当地政府开始对金灯寺进行大规模保护性整修和加固, 这年春节, 孟喜梅第一次在山上和冯开平夫妻相守, 以前孩子小, 金灯寺又凶险, 冯开平从不敢让妻子在金灯寺留宿过, 这个时候孩子大了已经外出打工, 寺里通了电, 生活方便不少, 夜里山上又有整修金灯寺的工人, 安全不成问题, 冯开平才敢留妻子在金灯寺过年, 不过金灯寺的安全状况改观, 并没有减轻冯开平的责任心, 整修工程进行的几年中, 山上挤满工人, 工人们做饭邀请冯开平一起吃, 冯开平每次都咬一碗饭加几筷子菜, 就端回寺里去吃, 他随时都记得, 看好文物是自己的职责, 金灯寺整修那几年, 家人来看他, 给他送米、 面、 奶粉、 菜油, 可以留在山上过夜比较方便, 不过工程结束后, 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还是始终一个人首次, 安全性提高只是相对于以前, 他不会让家人跟着他冒险, 整修工程完成后, 山上有了联通的基站, 手机信号得到很大改善, 在四里拨打, 接听电话都比较畅通, 以前他打个电话, 要跑很远去找信号, 有时打着打着就会中断, 整修完成游客更多, 是又一件让冯开平感到高兴的事, 同时游客增加也引起冯开平一些不快, 有的游客往金灯寺的水池里扔钱求好运, 甚至有些游客在水池里洗手, 洗脚, 冯开平的饮用水也要从水池里取, 他一次次劝阻游客都不能杜绝这些不良行为, 时间久了他也就不再白费口舌, 不过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很尊重冯开平的工作, 2017年, 冯开平被中国往事感动2017评选为年度网络感动人物, 2018年, 他又连获第六届长知识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和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两个奖项, 到北京领文物系统奖项, 冯开平特意带上了孟喜梅, 守金灯寺这些年, 冯开平哪儿都没去过, 连带孟喜梅一个人操吃家庭也哪儿都去不成, 冯开平觉得欠妻子最多, 到北京一定要带上妻子来到北京, 国家文物局的领导, 陪同冯开平一行游览了故宫, 巴达林等景点, 向基层的优秀文物工作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孟喜梅很高兴, 她不仅第一次实地领略到首都的风采, 还感受到冯开平工作的重要意义, 她庆幸自己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冯开平的事迹也感动了很多网友, 有公益团队专访冯开平后, 推出了文物称散人守护计划, 全国像冯开平这种, 在艰苦环境中守护文物的基层文物管理员还有很多, 他们希望通过文物称散人守护计划, 唤起全社会关注这些默默付出的文物管理员, 今年冯开平满63岁, 已经超过退休年龄, 因为找不到人接替, 她还独自坚守在金灯寺庙里, 随着年龄的增大, 冯开平的体力大不如前, 打扫寺院, 擦拭佛像这些日常工作, 她干起来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她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能有年轻一些的人接她的班, 她很担心到她彻底干不动的时候, 还没有找到下一任首次人, 冯开平最基层最平凡, 一个极其平凡的人, 凭着朴实、坚韧和尽责, 也能得到社会的赞扬, 让自己的人生放射出光芒, 27年的孤首岁月, 没多少人受得了冯开平丹的其他获得的荣誉, 27年沉甸甸的孤独中, 也包含着一份沉甸甸的人生价值,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